好了 鄉親繼續來講 胃癌 在全球癌症的死亡就是排第三名 臺灣每一年胃癌的犯價 三千五百億到三千八百億 但是胃癌真正的原因也是不平 臺臺病醫經過十五年的研究 中生發現說 油門關困 就是提出胃癌的原因 也就是說 只要來消費這個油門關困 就可以控制胃癌 這項研究也來頂照醫學記憲 現代人生活實在吃不飲 常常胃癌不會鬆快 不想說胃癌吃吃就沒問題 你若疏忽可能胃癌會找到你 來看代代醫學團隊等大概十五年的研究 發現胃癌跟油門關困 實在有關係 那油門感菌為什麼會傳染呢 長期都是家戶內經過根口 或者是不解的食物 飲水等等 這樣互相傳染 但一旦傳染以後 它會寄住在人體 所以造成慢性的發炎 最後導致癌症的 胃病的發生 當年臺灣新增加三千五百人 至三千八百人的胃癌患者 但是在胃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大概兩千空四年 在胃癌發生 胃癌人的油門關困 性行率高達到七聲 在現代醫學的協助之下 胃癌就胃癌下降百分之五十三% 希望率下降二十五% 暗生在二千二十五年 可以降級到胃癌的機率六十八% 屬於胃癌冠軍實在是真壞 高雄以上都是十歲到胃癌 但是都沒有政策 十五歲到三十歲的 胃癌症會發炎 才是消化不良 到五十歲就出現到胃癌進展的鏡頭 所以醫生在說 若是胃無鬆快 建議就要救胃 怕來檢查 兩五十歲以上 或是說他是有一些 一等親有胃癌的家族史 假設是說他是年紀輕 是會建議他們還是需要篩檢 因為假設篩檢有油門感菌的話 提供除菌的治療 也可以減緩 就是一部分的人 他消化到的一些消化不良 或不舒服的症狀 有疾病是在這裡難過 但是有疾病如果要好 不能聽心偏忽 會吃十五倍吃油 一定要來醫生館找醫生 做最小的檢查 這樣才是政策的治療方法